当地时间1月2日的上午 据多家韩北报道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的党首李在明 在韩国第二大城市釜山出席一场活动时 遭到一名身份不明人士的袭击 那么根据了解呢 该人士是用刀部刺破了李在明的颈部 那么李在明在现场流血 那么目前呢 急救车已经在现场进行了应急措施后 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呢 李在明本人目前暂无生命危险 而身份不明人士也已在现场就被逮捕 并搅和一把用于刑刺的刀片 目前呢 此身份不明人士虽然被控制 但他为何袭击李在明的原因呢 还没有被透露 从现场的视频呢 我也观察到 该人士呢 他没有举任何政治含义的口号 只是呢 这个人在袭击的时候 是戴着一个蓝色的皇冠 而这个皇冠写的 我才是李在明 这样的一个内容啊 那么具体什么含义呢 目前不得而知 李在明系韩国第一大在野党 共同民主党的现任党首 现年60周岁 在此前曾参加上一届韩国总统的选举 最终以微弱的票差输给了现任韩国总统尹锡悦 那么根据了解到的相关信息呢 当天李在明在2号的早上前往釜山就在修建新机场的现场进行考察 并与当地市民会见后原计划前往韩国前总统文在寅经营的书房 拜访文在并进行会晤 李在明呢 当天是访问釜山的第一站 是前往了位于釜山的加德岛新机场 那么这个加德岛新机场呢 它是一个概念 类似于是当地原有的机场 就是金海机场 因为它后边有山 有各种各样的条件 所以在通航条件有限 而当地部分居民认为 因为这通航条件有限 所以没有办法吸引更多 尤其是国际跨州际的一些航班 所以说当地的部分居民 对于新机场是有迫切的愿望的 那么这个案子呢 也其实是从卢武炫政府时期 李明博 朴槿惠 文在寅到尹县 已经经历了四到五届韩国总统 这个案子一直就会在 见和不见之间飘忽不定 尤其是呢 由于釜山是卢武炫 文在寅等 左翼政治人士的发家地 最早卢武炫和文在寅 共同承办的人权律师的律所 就在釜山 所以说呢 相较于周边地区 它的右翼色彩比较浓厚 釜山的选情一直是存在 一定的摇摆性的 此前呢 左翼的市长也曾当选过 釜山市长这个职位 这也导致在选举期间 为了把握得票 新机场就被两个派别不断的提起 但进展又极度的缓慢 另外一个背景内容呢 是李在明目前已经面临着 党内分裂的一个重大危机 共同民主党已经陷入了 一分为二的边缘 2023年呢 李在明面对韩国检放的多项指控时 最终不惜以绝食来表明清白 那么在绝食了21日之后 虽然李在明暂时 被法院驳回了逮捕令 但是呢 这也就导致呢 在法律的指控之下 不少非李在明派的党内人士 认为李在明法律风险过大 甚至会拖累整个党的进程 这也就导致说 他们就会要求李在明下台 并且接受法律的审判 事实上呢 韩国政治人物的预期呢 并不是第一次 尤其是在大型选举的前夕多次出现 2006年 时任在野党大国家党党首的 朴槿惠在首尔的地方选举拉票时 被工具刀刺破了脸部 而2022年 时任共同民主党党首宋永吉 也是在首尔为当时总统护选人李在明 拉票的时候被斧头三次砸破了头部 那么上述的两起案件呢 其实均非来自于敌对 或者是对立势力的一个袭击 而是来自于势力内部的一些人 抱有各种目的而进行的一个这样的袭击